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你收聽志願療法與你 我叫Farida 我會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一起介紹有關自然療法的資訊 希望大家有更健康的生活 袁醫生 你好 好了 今次我非常開心 找到另一位朋友 Farida Farida 先謝謝你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自然療法醫生 每個星期六到一集 其實我們的資料很多 我現在已經差不多錄了 所謂罐頭 已經有十幾二十七 我希望將來我們有足夠的人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做主持這個節目 我們可以加速我們的錄音 Farida 是我認識的香港朋友 都已經好幾十年了 為何我會邀請Farida 主要原因就是 在香港人裡 是認識自然醫療 或者自己親身採用自然醫療 有十幾二十年歷史的人 其實是不多的 Farida 是其中一位 我知道 他一直都很信奉自然醫療的方法 首先我們先跟大家聽眾介紹一下 Farida 你可不可以簡單簡單說一下 你自己的背景 以及你是何時 和如何開始認識自然醫療 我認識自然醫療 認識完醫生的時候 就是在1988年 是的 完醫生當時還在中環診所 還沒有搬來銅鑼灣 一直認識了之後 直到我最開始用得最多 就是我女兒出生 她今年二十歲 即是1992年 就是剛剛好 女兒出生 她有些 你知道小朋友 我們一個新的父母 當然是很緊張小朋友 我們來看完醫生 接著在她的成長過程 她一直都會用自然療法 而我自己 因為當時我做了一份很緊張的工作 你很大了 看我工作數也是 是的 我又要飛 我自己的背景是一個會計師 我要飛亞太區 我的老闆第一件事 當時我說要生孩子 她就說 生孩子 她就說 誰替你的工作 我經意拒絕她飛三個月 然後她就要我飛 我當時 生我女兒的時候 受到很大的壓力 在個人上 因為感受上 對我來說 都是很震撼 我開始 生了女兒之後 我就開始去洗腸 因為她幫我減壓 我當時來得很近 差不多平均 有時一個星期來一次 有時兩個星期來一次 到後期 我就一個月來一次 洗腸對我來說是非常之好 因為在懷孕的過程 即是我生了女兒 才開始去洗腸 不是在那個過程中 因為我們在那個過程中 聚集了很多 毒素 毒素 毒素內聚 她根本就幫我排清了 所以 我現在一有情緒不舒服 我就想 我應該去洗腸 大家聽我們的節目 聽眾都知道 在自然醫療 基本的病因的理念 就說 病是主要兩個因素 除了以外 創傷那些 就是毒素內聚 和營養不良 所以很多人 像Farida 你自己都感覺到 你不舒服 你就第一件事 清一下腸 其實洗腸 雖然是我們大康健 健康中心 大概1992年93年 引進來香港 從香港慢慢擴展到其他國家 東南的國家 泰國 馬來 菲律賓 台灣 日本 其實主要是由我們香港的大康健 健康中心 開始 這個洗腸 早年在美國 讀書 1903年代 當時美國很奉行 就是洗腸 所以宋美琳很明顯 是當時學懂了這種方法 保健方法 所以她以後 一直保持這個洗腸習慣 也有人解釋到 為什麼她會活到106歲 是相當健康的 她到100歲的時候 你要看到她 她最多美期都是坐下輪椅的 但其實她人的整體健康是不錯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是這樣 包括我自己在內 包括Farida 你都知道 自己知識上知道 她人累了 有問題 別管那麼多 先排一排讀 OK 好 在洗腸方面 我都有點得著 最重要的是 洗完腸 我覺得很舒服 而且好像整個人輕了 而且如果我之前 有些情緒困擾 或者我有一些 情緒低潮的時候 我洗完腸 我的人就會更加精神 另外一個經驗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女兒在她長大的過程 一直都可能會有些頭暈伸熱 我想每個做父母都有這個經歷 我當然初期的時候 我也是來看完醫生 當然是找個女兒來 完醫生也會介紹 她是這種型 吃這個 我最記得她給我一個Posatilla 中文我忘記了 是 婆公醫 是的 我在她那裡學會了 每一次的經歷 接著在她的過程中 我自己給她 是的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的 我一個習慣都是 每一次病人來到 我都會盡量解釋給你聽 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可以採取什麼藥 很多我們的病人 好像Farida 都會知道 你學了 療劑最好 因為非常安全 就算你當時用得不適合 其實好像沒有事情發生 只不過即時沒有效 但不會有任何的作用 所以我們很多的家長 尤其是在同類療法的 過去二百多年歷史 很多時候是一個家庭常用 很多父母或者媽媽 通常是自己用的 我亦都希望將來 我就會開班 我第一樣就會教一下 用同類療法在家裡 怎樣應用 在緊急、意外 其實很多緊急意外 或者我叫First Aid 那種狀況 其實你看醫生已經遲了 你當時感覺自己好像心臟病化 你真的等得八箱車來 可能都遲了 或者當時撞傷自己 其實即時應該做 這些事情 我將來會教 我會先教第一件事 但是在過去 好像Farida 每次帶小朋友來 我都會解釋了 什麼情況之下 用什麼 我這方面的資料也很多 有時候會買這些書 當然以前是英文書 現在中文書開始 很多家長可以自己在需要的時間去用 你亦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記得我都 除了我小時候 我看到你的女兒 有幾次見到她 都長大了 其實都不需要了 你自己都弄得不錯 其實我妹妹也是 我妹妹兩個女兒在澳洲 在香港和澳洲之間 我妹妹就拿了一本書 這本書跟大家介紹過好幾次了 其實後面 Perfect Medicine at Home 你看到一本書 她看得融融爛爛爛 脫皮 脫皮脫骨 沒事的 她就拿了一本書 走天下 那些療劑 你買回來之後 你每次用都很少 所以很耐用 很經濟 很安全 有效 所以Farida 親身經歷和身體歷行 很多年 其中這方面 是很大的得益者 另外一個經歷 就是我自己去學過 同類療法 初班 我發覺原來 在學習的過程中 認識多了 在生活上去應用 是非常之有效 因為我其實 我經歷二十幾年 沒有看過西意 我是不去西醫 除了我女兒出生 因為在醫院 我沒有辦法 在香港醫院沒有辦法 因為香港沒有同類療法醫院 是的 但是那時候 我都會很簡責 找一些醫生 他們比較用一些 自然的方法 去開放一點 私訊上開放一點 所以在她的過程中 她沒有打過疫苗的針 到今天 我都給我一個 我一個哥哥 我家裡有很多人 是西方醫學的 專業人士 專業人士 對 哥哥是醫生 是大學教授 姐姐是 營養師 營養師 所以我來說 我是一個另類 跟另類療法 真的很適合 到今天 她還說 你不讓她去打疫苗針 但我又看到 我的女兒 很健康 很回潑 又很精靈 根本是不是西方醫學 用得太多 會影響她 或者我根本不用 她都可以這樣 為什麼我一定要用 所以其實 中間也有一個 很艱苦的掙扎過程 因為家人很大的影響 是啊 沒錯 尤其是你說 你家裡的哥哥 他是香港的醫學教授 他不是普通的 他只是在大學教書 所以肯定有壓力 像我自己也好 在我的親戚成員 我們都不是很多 兩三個家庭 數起來 好像有八個西醫 全部都是專家 但沒事的 我們在家序會裡 都很少討論醫療 大家說一下就算了 所以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這個很重要 真的自己做自己的事 我覺得是一個選擇 即是你選擇用什麼方法 對待你身體的健康 以及在你思想上 你是不是只是 將一套權威的一套 等到你身上 這些肯定是一個個人的選擇 到最近 有一個經驗 我最近有濕塵 例如手、腳 可能年紀開始大了 過了五十歲 就開始有濕塵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身體有變化 什麼原因 我找來找去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去看了很多書 有些人說我的腦不平衡 又說我的食者方面 我也盡量去改變 本來我經常吃很少肉 例如我在我的生活上 我想我是五十五十 即是菜、果、水果 盡量吃一些清簡一點的 又健康一點的食物 例如豬肉、牛肉也是少少 雞和魚都是多一點的 但我覺得沒有理由 如果我這麼小心的人 都會有濕疹的 是什麼原因呢 我也搞了大半年 終於忍不住 回家找完醫生 自己搞不定 我找完醫生 最近 他就開了一隻 你開了一隻 Negmer給我 對 鹽 對 特別是一個鹽型的個案 人 你看他鹽型的個案 比較細細粒粒 比較瘦一點 尤其是頸部 比較瘦一點 喜歡吃鹹的東西 人比較沉默 大家聽我們過去的人物志 其實都認識 如果大家想認識多一點 我記得可以聽我以前的節目 我有一集是說鹽型的人 是怎樣的 所以Farida 我最後都花了時間 幫他跟著 都很久沒有見你了 用鹽 結果就很快就康復了 是啊 所以和療法的效果 是很驚人的 最重要是你用得對 有時候當然 在常用的三百多隻療劑裡面 如果你能夠掌握得好 其實大部份的健康問題 都很容易解決 很快可以解決得到 是啊 所以到了現在 我有時候 譬如我濕疹 濕疹其實在香港也挺常見 是啊 很多的 我們三百多隻療劑裡面 是屬於比較多的病人 是這一類的問題 有小朋友 其實有很多 不是一定大過才有的 很多很小的有 很多出生不久就有 譬如我 在家裡也有一些 家常用的療劑 譬如我會有 Posatella 是的 蒲公英 蒲公英 我會有些 Echinacea的 濕疹 紫椎花 是的 紫椎花 譬如如果頭暈身熱 流鼻水 那就馬上吃了 一吃完 一兩天就馬上沒事了 所以呢 其實維持自己的健康 令到自己的情緒精神 都在良好的狀態 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我不是一定要吃Aspirin 我告訴你 Aspirin 我建議是 或者是Tilerlite 我是沒有吃十幾二十年 始終 我們跟大家都有 集會說發燒 你的身體的發燒 是一種治療的工具 如果你身體不懂發燒 基本上你的身體有很多問題 所以任何那些 所謂退燒藥 其實本身 第一 治療一些不應該治療的問題 問題不是用禁燒 不是用退燒 要治療問題 身體不需要再依賴發燒去治療 燒便退 這是應該正確的手法 Echinacea的脊椎花 可以說是西式的自然醫療 是最常用的草藥 因為它可以增強免疫能力 所以有些人 感覺自己有傷風感冒 總之作病 免疫能力需要補充 通常都是用Echinacea 所以如果需要簡單 避免什麼最簡單的工具 Echinacea是其中一個 好 那我就一段時間 沒有見Florida 接著就有機會見她 Florida 你也知道差不多 女兒大了 差不多是半退休 有很多時間想 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忙 剛剛正好我們搞了這個網台 雖然需要很多人幫我看看資料 那我就叫Florida 你不如這樣吧 你幫我手下 做我們的主持 幫我們看看 我們有很多這些書籍 還有那些影碟 我這些是挺有資料性 很充足的工具 我希望她幫我做一下 review一下她 那我就給Florida看一個 DVD叫做May I Be Frank 那為什麼我會看這個 病帶是其實什麼的帶呢 因為很多時候 我的患者來看病 他們會問我這件事 就是我這些病 到底能不能治療 會不會很難治療 那我通常聽到這些問題 那我通常都解釋 其實在自然醫療來說 沒有什麼病是不能治療 最重要是你自己想不想好 還有你自己願不願參與 那這些病帶其實 就是一個54歲的一個美國人 可能是一個意大利籍的美國人 他自己是全身病的 過去又喝酒吸毒 飲食習慣很差 有一個很肥胖 他好像300磅的肥佬 他有一次在加州 去到三藩市 一間健康的餐廳 專門吃一些所謂的生機飲食 有機和Vegan的在三藩市 那餐廳的名字叫做 感恩餐廳 他認識了餐廳裡的幾個員工 其實他是老闆 老闆、兄弟和好朋友 有一次大家成為了朋友 有一次大家聊起來 那個餐廳的老闆 年輕人 在招呼他的時候 問他一件事 他問Franc 他說 有些事情 在你臨死之前你想做的呢 那這位Franc就說 其實我希望可以再次投入愛河 但是你看看我 你看我這個樣子 我300磅的身材 哪會有人偷我呢 那 Ryland 即是這個 Cafe Gratitude 這間餐廳的老闆 和他的兄弟 Carrie 和他的朋友 Connor 就說 嗯 好了 不如我們一起想辦法幫幫Franc 跟他達成一個協議 他說Franc不要緊 你想我們可以改造你的 那你只要給我42天的時間 那我們可以全部去改造你的 那當然你要聽足我們原來要做的事情 包括要他吃餐館的健康飲品 那也要他去見一個在當地的自然療法的 我叫做整傳的醫療 其實那是一個西醫來的 但在外國很多西醫 尤其是在加州都會用自然醫療 而且每一個星期叫他洗腸 那或者大家可以再說說 他當時怎樣做呢 整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那我看了這個DVD 我看了兩次 那我很震撼 因為他剛剛是大陸一個最需要幫助的年紀 因為我們可能五十歲之前 因為生活很繁忙 又要照顧家庭 又要工作 一般人說又要賺錢 那樣東西加在一起 令我們收藏了自己 那到了現在 看到Franc 他在劇集裡面 在DVD裡面 他講到他怎樣 是很偶然的機會 他是一個紐約人 他是紐約人 他是在布布林紐約住 他就去到加州 他來到加州的時候 他的身體狀況是很差的 他差不多300磅 他又有Hypertitis C 因為他很重 私形肝炎 這是一個丙形肝炎 在香港來說 有一種情況 當他差不多是肝癌的問題 沒有西藥醫 沒有西藥醫 還有什麼病 他還有 因為他有上下體重 他的腳的肌肉 很痛 經常都痛 他經常都很疲 很疲勞 很疲勞 是的 因為他也喝 以前他還沒來咖啡 Gratitude之前 他也喝了很多酒 他喝了很多酒 他是癌酒 煙酒也很厲害 煙酒也很厲害 所以他來到 他遇到這班人 Ryland就問他 袁醫生剛才介紹過 他說如果你有什麼想做 即是你死之前 他就說 我想再次去談戀愛 他其實有一個感覺 你再次想談戀愛 以為他是談戀愛 一定要找另外一個愛人 其實他的愛人的定義很闊 是的 然後他跟我們簽了一個合同 42天之內 他就要去跟一個療程 在這個療程裏面 剛才袁醫生也介紹過 我都很輕輕地再說一次 他要來practice gratitude 即感恩 感恩 不要整個埋怨怨天怨地 什麼都說不行 什麼都怪責別人 即是自己有感恩 另外第二樣 就要吃生的食物 生機飲食 他的餐館供應的食物 然後第三樣就是一個洗腸療程 每個星期一次 每個星期一次 排下讀 然後第四樣 他就要去見這個holistic 即是整… 整床的醫生 即是幫他看著他 幫他量住 看他的血壓 他的血糖 很多方面 因為他三百磅的大肥腦 他在紐約 他應該以前做過小生意 也有些儲蓄 但到了三凡事 他已經是一個很療倒的人 變成一個… 他在精神上和情感上 是… 很抑鬱的 每天都想死 是的 很抑鬱想死 是的 因為這三個年輕人 帶給他很多愛心 在整個過程中 其實你可以問 為何42天呢 其實42天是有一個原因的 他有一個療程 是六、七、四十二 即是六個禮拜 每個禮拜七天 等於這42天 是這樣的回來的 嗯 那麼他最好… 六個星期 六個星期 是的 OK 那麼他就在那個過程中 他們首先就要… 早上早 他… 首先開始 他這班朋友 就去他的家 丟掉他的垃圾食物 嗯 所有的垃圾食物 全都拆掉了 自家的垃圾食物 但當然也要Frank 是很開懷地去接受這件事 是 因為這件事是會改變他的生活方式 是 改變他的想法 他的生活方式 他的習慣 這個不容易 一個過了五十歲的人來說 是很困難的事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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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早上… 早餐呢 就去… 在咖啡店裡 是 他們就… 做那些… 薑草汁 是… 小麥草汁 小麥草汁 很難喝 小麥草汁 我以前也喝過 嗯… 比較腥一點 有些人覺得是 是… 原來不簡單的 小麥草汁 然後呢 另外有一瓶 就是椰子汁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可以搜尋他的菜單 然後呢 自己在家裡可以做的 很方便的 是 即是我研究過他 他的食譜 是的 原來他自己也有網絡 你可以自己去看 嗯… 我遲一下 我再搜尋多些資料 我再下一次有機會說 那網絡 我們在這一集的網址 我們都會寫出來 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再跟進一下 醫生啊 其實現在時間都差不多了 這一節 我們稍後回來 和大家再分享 我看了這個DVD的感受 哎呀 你輪轉回來 風濕骨痛 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靈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一個 分享一下給二婆吧 太空小靈精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 電話 288248400 網址是 3W.H-E-A-L-T-H-S-H-O-P.com.h-k 好快回來 我們繼續和你談談 看完這個DVD的感受 另外我想說 在過程中 Franc這個主角 他遇到的困難 因為他的情緒起落很大 原來他才發現 原來在他一生人裏面 在他這54年的生命裏面 他有很多情意結他要去尋求一個解決 他的解決是怎樣 其實他和他的弟弟 由小到大 因為他是大哥哥 他經常欺負他弟弟 經常欺負他 或者令他很難堪 然後他自己又沒有照顧他媽媽 他覺得他輔助他的弟弟 這件事要怎樣解決呢 他就請他弟弟來三藩市駕奏 跟他聊天 兩個人坐開聊天 一段很感人的談談 他跟他忠心地道歉 到最後他離開之前 他送了一個禮物 他問他的弟弟 你給不給我機會去補償我對你做得不好的事呢 我覺得一個大人 一個成年人 肯這樣說得出來 他面對自己以前的事 令到我感動 他就帶他的弟弟去那個公室的樓下 你閉上眼 我有些東西送給你 他就帶他去 原來他買了一架Scooter Scooter給他 電單車給他 電單車給他 電氧仔 很漂亮的 然後又買了一個禮物 叫他馬上買了頭盔 頭盔 頭盔 你馬上去試吧 他的弟弟也很感動 看到他哥哥這麼多年之後 竟然這麼真心 這麼盡情 跟他去解決他們中間的情意結 過去的情意結 另外一個 他也有情緒的喜樂 也是跟他的前妻 他跟他的前妻 離婚的時候 曾經大家要上法庭 這是大家都不想見的事 我想任何一個要離婚的 曾經的夫妻 最可悲 最大壓力的就是 其實就是離婚的 是的 所以是一個很多的 當然他有一個很不開心的 離婚的過程 他也請了他的太太太 他寫了一封很感人的信 他讀了出來給我們聽 就請他過來 他有一件事說 令我又很感動 他就是說 我們中間其實我很愛你的 你也知道 由我第一天見你 我一直都很愛你的 他跟他的前妻說 那封信那裡說 其實中間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對你這麼多 憤怒和拒絕 後來我現在終於發現 原來是基於我不愛我自己 阿Frank說 所以我把這個反射 寫到你的身上 因為你是唯一我最親近的人 嗯 那他這件事 我又覺得 是的 原來我們會這樣 因為你最親近的人 你才會把所有的怨氣 不滿 發洩在他身上 那他就請了他過來三藩市 因為他也是紐約住的 他前妻是紐約住的 那他請了他過來三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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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他的前妻在那裡吵架 又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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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吵架 因為其實阿Frank 是很傷心的 因為在那個過程中 他前妻的兄弟姐妹 就不讓阿Frank接近他女兒的成長 嗯 那他就覺得他們沒有權利 拿走他做爸爸的責任 或者是 他的經歷 他的經歷 變成他損失了這個機會 跟他在一起這樣 所以他情緒澎湃到很傷心 很生氣 很多憤恨 他說我不行了 我一定要出街 我不可以再留在這個公室裡面 再面對前妻 這樣也是可以開解的情意結 那套戲那裡沒有說 但我相信他離開的時候 還沒有完全開解的 即是他太太離開的時候 他前妻離開的時候 他還沒有開解的 第三樣 他也有處理的 就是他請了他的女兒過來 三閒市找他 他就去接機 我都沒見過一個男人 五十幾歲的男人 抱著女兒這樣 嘔嘔嘔嘔嘔 嘔到 你看到他 是想給他所有的愛 他的女兒 那時候已經十幾歲 二十歲 中間又說 他用一個很簡單很小的方法 去表達那種愛的關係 是 這一點也有說到 其中在治療的過程中 他也去了夏威夷 有一個類似Retreat 哦 是 幫助他去做瑜伽 經常 跟那些參與者一起聊 那中間 那中間呢 Frank 也有一些想 即是Retreat 那樣的感覺 是 但是後來又被他們 邀請進去 那中間 對他來說 也是有幫助 因為在他 是幫助他 放下了一些 情緒上的負擔 這個過程 也是很有趣的 然後他也回到三環市 接著三十幾天 接著尾聲的時候 他好像是再去延伸 去他的Normally 就說他有肝炎 肝病 去跟進 很神奇地 他的肝病沒有了 完全沒有了 他的腳 即是那些 關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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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減少了 還有他的頭腦又清醒了 他又比較正面的思想 情緒 思想上 所有事情 都會有進步 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鼓勵 是繼續 是的 在這本DVD裡 有一件事他講得非常非常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 他說 他講了一句 他說 feeling good is much better than looking good 嗯 是的 自然療法 其實就是帶給我們 身心的健全 令我們的感受更加好 是的 你自己的感覺 是多於感受好 是遠遠優勝於表面的外表 你知道嗎 最終於是在片段裡 他把很多名牌的衣服 一邊一邊送出去 是 當時他把漂亮的衣服 知道在加州的天氣 就是加州三藩市 很多的老宿者 那些所謂的黑衣 他就會把以前的衣服 一邊一邊送給那些漂亮的皮鞋 總之他就是脫胎換骨 把舊東西全放棄 是的 他亦都說 他送完之後 他就去他的屋 他拆了他所有 他覺得他不想再擁有的東西 不要的東西 就全部拿出來 然後他就用那些 因為在三藩市 很多街頭有很多老宿者 是的 或者是 他們根本是 需要人幫助的人 他就逐個逐個去派給他們 他把那些漂亮的衣服 他說 很有趣 他說那個過程 令他覺得 多給外賣 會讓更多的空間 會讓更多的空間 讓新的東西進入 是的 即是說 他給外賣的東西越多 他就越多空間 去接受新的事物 我覺得 是的 我們常常 好像我們香港一樣 我們常常買很多東西 是吧 但是 其實你買這麼多東西 做什麼呢 你一個星期只有七天 如果我丟掉這些東西 我中間的過程 可以收回很多新的東西 因為你不再把舊的東西 是一個負擔 這個我也有深深的感受 因為我最近搬屋 我丟掉了三分之一間屋的東西 哈哈 這個過程 令到我的人 原來真的是 Less is more 我想這個 也是他給我的啟示 是的 我們也知道 簡化生活 Simplify your life 其實很多人 都是聚集了很多無謂的東西 很多無謂的物質 在他重拾健康的過程 他除了心境方面 要紓解 其實他會把很多 那些舊的垃圾 我們叫做垃圾 Burden 他都被扔掉 都被扔掉 也提及到他完成過程 他完成過程 他完成過程 他最初都是非常開心 後來有一段時間 他跟這三個朋友 年輕人 即是在咖啡店裡 那三個年輕人 斷了來往一段時間 誰知他 因為沒有了群眾對他的支持 三個朋友的支持和愛心 他就回到以前的藥物 因為他仍然未完全好得完 他有一段時間不見人 他有個朋友 覺得為何不見了 Frank這麼久 就去他的家裡 去他的家裡探望他 誰知原來他是overdose 跟那些藥物 後來救回他 救回他出來之前 他又回到60%數 40%其他的食物 這樣的生活方式 到最後他減了110磅 一個300磅的大肥佬 就變成180磅 是的 他大概變回 是一個正常的體寵 那些照片 亦都見到 他的大肚腩 好像一個螺子 那麼大的肚腩 是沒有了 當堂是英俊了 他又是feeling good he is more than just feeling good he is also looking good 所以是很 amazing 即是很神奇 原來一個人要改變的 除了是他的生活方式 他的飲食習慣 或者他的思想行為 就會完完全全地改變一個人 他那套戲 在加州拿了很多獎 是2009年 2010年 都拿了一些film festival的獎 我都非常推薦 你們有機會可以看看 你剛才聽到Farida說 其實那個過程 根本是很… 有很多高潮高低低下 他其實當時 是… 完了這個之後 其實他… 41年的時候 是… 跟著跟那三個年輕的朋友 是… 就是… 分開了 那… 沒多久 他回復以前那種的狀態 就是… 放了屁股 喝了酒 又用了一些藥 這樣… 幸好他有一次 他有一個朋友 剛剛探訪他 無緣之間 去他家探訪他 發現他已經昏迷了 這樣… 這個朋友的探訪 是救了之後 Franc就重新再來過 你可以看到 在一個過程裡面 其實不是… 自己一個人做得到 他是需要很多朋友的幫助 他扶持鼓勵的 所以他最初做得好地地 但是… 因為失了這三個朋友的 幫助鼓勵 他是跌回頭的 跌回頭 一段… 妥長的時間 但幸好 最終… 最終… 他也是重拾… 從… 重新執拾起來 是… 再進一步 將個人 全部改進了 那麼… 後來那幾年 你可以看到 片段有跟進 就說 他… 以後那幾年 他就到處去講學 即是教一些人 去怎樣… 即是… 分享他的經驗 是怎樣… 重新執拾起來 重新做人 那麼… 所以… 這個片段是… 即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當每個病人問我 行不行啊 醫不醫到的 這些問題 要多久啊 我通常都會介紹他看的 你看一下 世界上沒有叫做不好的 那麼…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 他的過程裡面 你在說什麼呢 用一個生機飲食方法 而已 用一個思想的 我們叫做 affirmation 即那個… 那個… 不斷祈禱 以及… 那個… 正面的… 我叫做… 自我肯定 這樣… 其實用這些這樣 以及將於過去的情意結 慢慢地去消解他 其實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發現 很多人 身體之所以出現問題 其實背後也有很多 因為情緒的問題 有很多情意結 有很多情意結 有最近的癌症 已經被發現 大部分癌症的病人 過去都有一個情感的創傷 所以在我們的治療過程裡面 我們要照顧一多方面 所以現在叫做 Holistic Holistic 整存的 你的飲食 你的生活習慣 你人生的做人的態度 你過去的情意結 你要完全舒放了 你才能夠脫胎換骨 是重新變成一個新的人的 所以在我的經驗裡面 我很多時候 如果病人願意下花 Money Bank DVD 去看 或者他英文程度足夠 我盡量 叫他們參考 以及看這個資料 好了 有些人經常會問 在我的醫療背景 有些人說 你一成四科醫療的背景 病人裡面 其實你的治療的成績 是不是非常之高呢 我跟大家分享過 本來應該可以很高 但始終大家要了解 一個人的健康的 康復的健康的路程 其實不只是醫生 不是醫生 一個人可以做得到 很多時候 是需要病人的決心 以及病人自己要面對 接受了他的問題 而決心去改 而且很多時候 亦都需要病人的家 或者朋友 或者親人 是他的輔助 幫助支持的 很多時候 我可以看到 哪些病人是很難醫得好的 例如這個病人 一個人來的 他雖然有很多很多問題 但他沒有人陪他 自己一個人單身來的時候 我覺得是比較上難些 如果他家裡有人陪 或者女兒陪 或者他丈夫陪 或者他老婆陪 或者他媽媽陪 或者有親人陪 如果一群人一起來 而那群人 都是信奉 或者是對自然醫療 是有認可 認肯定的 病人的康復機會 會更強 但有時候不是的 有時候我遇到一些病人 他帶他的老公來 其實老公是不信的 亦都不認識的 但那個病人 希望我能夠說服他老公 說真的來說 我大部分都說服不到 改冠一個人 是很難的 是很難很難的 有時候我知道 譬如有些人問一些問題 我儘量簡單解答之後 我會建議一些書去看 你申請詳細的答案 是那本書 或者DVD 我時候看他們有沒有買 如果他們沒有買到 我知道成功機會會減少 即是說他的口 是可以說質疑你 挑戰你的挑戰 但他本身 他真的不想知道真相 我很多時候 我很多醫書馬跡 我都可以看到 哪些人會好得回 哪些人是很難好得回的 好了 在我們的醫療工具裡 我們有用一種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是一個 全世界第二大的醫療 有50億人後用 有75個國家 有注射的同類療法 認可醫生 同類療法 在我們用藥的過程裡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要考慮他的情意結 你看這批帶 他用其他方法 找回他的弟弟 和他弟弟道歉 懺悔 找回他的前妻 找回他的女兒 用這種行為方面 是消解以前抑鬱的結 但是在我們的同類療法 有一個好處 我們的療劑本身 已經能夠做到這件事 很多時候 我們的病人 本身是做不到的 即他不能夠面對 不能夠去做這些 這樣的動作去改 有時候他做不到 但是在同類療法 藥本身 已經有能力 是消解這些情意結 總之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要一個人健康 其實是一個旅程 有時候 我們遇到很多時候 醫不好的病人 不是說我們的工具不足 或者我們是沒有辦法做得到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 很多病人都是急功近來的 那你知道 在我們的同類療法 要即時找到一種藥 能夠即時可以改 的機會 是不一定百分之一百做得到的 很多時候 你要在一個過程中 你才可以把不同的療劑 输解他的身體的能量 也好 情意結也好 但是很多時候病人 就不肯付足夠的時間 所以我現在都希望 病人在我們的聽眾 都要了解 在你的尋求醫療過程中 尤其是在香港 尤其是在香港 尤其是要找一些 有很好的經驗的 自然療法 或者跟療法的醫生 其實香港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我相信 大家都會有這方面 可能遇到一些問題 Frieden 其實你在過去 我都沒有看見你 只有一段長的時間 我相信你都試過 很多不同的人 來幫助你 你都發現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容易 有時候即時都解決不了 的確是 不過我又很感恩 因為我身體一向都挺好的 但是我通常都不會看西醫 首先我會自己去研究一下 什麼病 看看自然療法的書 看看自己究竟什麼問題 如果頭暈身熱 對我來說 就很容易 很簡單處理 但是有些 當然有時候 也會有些奇難雜症 譬如 我的關節痛 譬如 我有濕疹 其實 當然 我這個選擇 同類療法 也是一個選擇 是一個個人的保衛自己健康的選擇 當然 路程一定是艱難的 因為外面有很多 我記得二十多年前 我還沒有懷孕之前 我有一次 我生了一個 叫做 Ovarian sister 我馬上去 不知道是什麼事 我都忘記了 那次我沒有找完醫生 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太久了 那是卵巢 那是卵巢水樓 是的 因為我們以前公司 那些大機構 那個醫療的保險 保險 非常之好 他二話不說 可以給我四十萬 去做手術 那我就去看西醫 這個西醫很溫柔 對我很好 希望我去跟他做這個手術 給他做這個手術 我印象很深刻 四十萬 四十萬在太子大廈 我到今天都還記得他 是的 那我很害怕 因為 因為我當時是想有小朋友的 是的 那我就當然不相信他 那我就去找了一個 第二第三 opinion的醫生 都是西醫 那有一個就是英國的西醫 英國人 然後再去找一個新西蘭 因為我不相信第一個 第一個是香港人 我聽到我已經很害怕 因為有四十萬 因為有四十萬 很急事幫你開刀 是的 那什麼都說幫我搞定 公司又肯給四十萬 那我覺得原來 有很多事情 是不需要這麼馬上去做的 首先我要留意一下 他發生什麼事 找第二第三個 opinion 我看完第三個 opinion 那個就是 那個 那個紐西蘭的西醫 他就說 你沒有什麼事 你這個marginal case 可以做可以不做 那我就立刻 立刻說不做 可以不做的事 我也立刻不做 這樣就可能救了我 讓我有機會可以懷人 可以有二十歲的女兒 如果不是我被人整個女兒 就沒有了 我希望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 都可以考慮一下 原來是我們自己的保衛 其實是一個保衛戰 就是用什麼方法 去令自己活得更加健康 情緒也更加穩定 尋求一種健康的方式 去處理自己的身體 是的 醫療是應該有選擇的 其實現在香港很多的健康的問題 都是因為我們那個 醫療的選擇是很缺乏的 我亦都很受 所謂的對抗性的西醫 是壟斷了醫療服務的市場 這個我將來都希望大家 有機會都向政府多些爭取 我們只不過要求 是有選擇性的醫療 例如有中醫、自然療法、通訊療法 就是那些神經科 應該都在我們政府資助的 醫療機構裏面 都應該提供這些服務 如果有緊急情況 可以打電話過來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做電話預約 和聯醫生見面 電話是2577-3798 如果有其他的問題 或者對我們的節目有意見 請在我們節目的討論區留言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 去到G-3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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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O-R-A-L-H-E-A-L-I-N-G.com.h-K-H-E-A-L-I-N-G-DOT-K-H-E-A-L-I-N-G-DOT-COM-DOT-H-K-E-A-L-I-N-G-DOT-K-E-A-L-I-N-G-D